状况穿越到克林身上 本想把18号和布玛都收入囊中 但是布玛拒绝了他 老婆18号也被贝吉塔撬走了 在亲眼目睹18号亲吻贝吉塔之后 地球之光的克林心态彻底崩了 之后克林就离开了地球 克林来到剑王神这里 打算跟剑王神探讨一下人生 自己的老婆居然选择了贝吉塔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只是他刚到剑王神界 杰比特就跟他很没冷对 在他看来克林什么档次 居然跟他用一样的瞬间移动 在上次来剑王神的时候 克林就偷学了杰比特的真瞬间移动 杰比特的瞬间移动是不需要感知气息的 只需要一个坐标就可以去到任何地方 如果不怕死就连拳王宫殿都可以随意穿梭 克林正在气头上直接回北回去 他告诉杰比特自己不光偷学了他的瞬间移动 就连他的治疗术自己也偷学了 他问杰比特是不服吗 不服就憋着 杰比特被克林这番话气得肺都快炸了 可考虑到克林现在的力量 他也不敢多说什么 克林看着杰比特冷哼一声 有皮不快放 有皮不放 憋坏心脏 丑你那张脸 比我三九奶奶的脚丫子还臭 真是浪费了爸妈一晚上的时间 早知道你长这样 我当初就该把你刺到墙上 扣都扣不下来 杰比特虽然没听懂克林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可他知道这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气急败坏的他顾不得那么多了 当即就要对克林出手 这时 杰王神走了出来 他让杰比特别那么暴躁 应该向克林学习一下 他的第一个恋爱对象不满 成为了贝吉塔的妻子 第二个梦中情人18号 也让贝吉塔夺走了 可是克林没有公报私仇 去欺负贝吉塔 杰王神认为 克林是有点大爱在身上的 杰王神这放话 使得刚刚恢复一点的克林 又瞬间破防了 克林在杰王神戒待了几天 情绪慢慢恢复了 克林提出 想做杰王神的候补杰王神 杰王神告诉克林 凡人是无法担任杰王神的 杰王神都是 剑星星结束来的果实形成的 根据果实等级 分为剑王大剑王 只有黄金果实 他有资格成为剑王神 克林听完吃之以鼻 他谈宇宙之高神 居然还搞垄断 和家族企业这一套 他开始POA剑王神 破坏神跟剑王神都是神 意味是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 破坏神比鲁斯 就敢在剑王神头上 拉屎撒尿 难道剑王神 就没有想过反抗吗 剑王神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 破坏神比鲁斯 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 他也曾为此感到憋屈 但是剑王神的职责 是维护宇宙和平 创造心情和生命 不应该为和同事的 一带一起之争 影响到整个宇宙的发展 他时常安慰自己 比鲁斯掌管破坏 所以他脾气火爆是难免的 虽然比鲁斯嘴巴臭了点 对剑王神也没有该有的尊重 但是他们同命相连 比鲁斯也不会对他 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克林听完呵呵一笑 只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要知道 比鲁斯可是无时无刻 都想除掉剑王神这个累赘 剑王神还在为破坏神开脱 在克林看来 这不是大气 也不是大爱 就是单纯的怂 怂的一批 克林此话一出 剑王神面色惊变 杰比特也上前怒斥 克林胆大妄为 居然敢对宇宙之高神 剑王神如此说话 还肆意毁霸破坏神 他是想被消除了吗 克林默默地站起身 还告诉剑王神 他会用事实证明一切 等剑王神看到真相之后 如果还觉得他说的不对 还永远被破坏神 一指头戳死 只是 希望剑王神知道真相后 别太害怕了 回到地球上 贝吉塔居然放下傲娇小情趣 愿意和卡卡罗特一块双修 原来贝吉塔因为败给18号 而郁闷不已 悟空带着比克一行人 找到的贝吉塔 悟空告诉贝吉塔 天神殿上有一个精神时光屋 在里面修炼一天 相当于外面的一年 贝吉塔听到这儿 一马来劲了 他当即就要悟空带下去 他这一次 一定要把丢掉的脸面 重新捡回来 他要让世界知道 撒人才是宇宙最强 因为这个时空里 贝吉塔跟悟空进行了 多次的普通训练 而且他觉得 除了卡卡罗特 其他人没有资格做他的陪练 于是 他愿意跟悟空一同进入石光屋 石光屋外 比克说服天神跟他合体了 合体之后的比克 战斗力达到16亿 超越了悟空和贝吉塔的超赛一 他因为天神的消失 龙珠也变成石头了 在和天神合体之后 比克获得了观察地球的技能 他突然发现 地球上出现一个怪物 正在到处寻找17号和18号 如果是克林在这里 他就会发现 这个怪物就是第二阶段的杀戮 原来在人造人篇章 一共出现了三个时空 一个就是主时空 一个就是克林他们去的 未来大特的时空 还有一个 就是杀戮杀掉特兰克斯的时空 在杀戮的那个时空中 特兰克斯和17号还有18号 为了对付杀戮 形成了联盟 杀戮在镇压他们的时候 不小心杀掉了17号 以至于 他只吸收了18号 这次来主时空 他却是为了吸收17号 变成完全体 很快 杀戮就找到了18号三人 杀戮把自己的身份和目的 告诉给他们 他希望 17号不要不识抬举 不然 他和18号就要遭老罪了 17号和18号 根本没把这个丑家伙放在眼里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只是一分钟后 17号和18号 就被杀戮虐得体无完肤 而16号也为了救他们 被杀戮炸成了粉末 18号作为姐姐 他让17号赶紧逃跑 自己冲上去拖住杀戮 在他的小拳头 身上根本无法看动杀戮分毫 杀戮对18号露出不屑的神情 一犬就把18号轰飞出去 他让18号客官排队 等一下再回来 结结实实收拾他 必须给他扮踏实了 18号贪软在地 听着空中不断传来 17号的散叫声 他的脸上满是绝望 他亲眼看着 自己的弟弟被杀戮彻底吞噬 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杀戮在吸收17号之后 变成了完全体 他身上 瞬间散发出狂暴的气息 让他18号喘不过来气 18号内心无助地纳喊着 希望谁能来救救他们 这时 杀戮慢慢地靠近18号 还一脸地得意 现在18号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价值了 他掌重汇聚出能量 打算结果的18号 18号看到这种情况 也完全放弃了迪卡 他缓缓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降临 就在这千群一发之际 克林的身影出现在18号身前 感知到杀戮射出了能量 克林反手一掌就把能量拍飞了 18号听到声音 他睁开眼一看 居然是之前那个小矮子光头 18号以为出现了幻觉 他使劲摇头 却仍然看到 克林就打在自己身前 18号心里一惊 难道 这个光头是来救自己的吗 这一刻 18号在看向克林的背影 他感觉 克林一魂身上下 都散发着英雄弄光辉 而杀戮看到克林突然出现 还打飞了自己的能量 他有些惊讶 不过 他很快就释然了 他刚刚变身为完全体 正好需要有人来让他热热身 就在这时 比克和天津范一行人也来到这里 他和天神合体之后 还没有机会使用这股强大的力量呢 他让克林不要插手 他要借助杀戮大展身手 杀戮战意满满地看着比克 他现在 还没有熟悉完全体形态 正愁克林不够他塞牙缝呢 对他来说 比克来的正是时候 比克也是一脸自信 他让杀戮别太自大了 谁玩谁还不知道呢 比克跟天神合体之后 彻底飘了 他居然想单挑完全体杀戮 克林本想开口卷钱比克 水太深风太大 没有实力少说话 他现在的战斗力只有16亿 12亿的战斗力可是有几百亿呢 可话刚到嘴边 克林就看到18号那无助的小眼神 这一刻 克林的心都要化了 克林使气摇头 他不能注册亲友 但再开一眼18号 克林的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放下主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这么想着 克林就不管比克了 他蹲下来 一个公主抱就把18号揽在怀里 飞离的战场 18号美梦圆瞪 他没有想到 克林这小子这么大胆 居然不经过自己的同意 就把自己抱在怀里 这样的克林好慢 他好喜欢 18号在克林的怀里闻到 一股特殊的气息 他觉得 这就是真男人的气息 18号的脸蛋刷一下就胸红了起来 只是 如果18号知道 刚刚克林在剑王审界 出了一身大汗 还没有来得及洗澡 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克林带着18号来到一处僻静的荒野 那边的战斗打得火热 可克林眼中只有18号 他看到18号受伤了 脸上带着痛苦模样 他的手掌涌出一股能量 进入18号的身体 想要修复他的伤势 能量进入的瞬间 碰着18号叫哼出声 但下一秒 18号感觉一股污染的能量 在他体内游走 这么能量让他特别舒服 他身上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随着伤势的恢复 18号的力量也全部恢复了 他害羞的对着克林开口 他已经好了 克林可以放下他了 就连18号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一个高冷女神 也会有小女人的时候 如果这场面 被17号看到 肯定会从杀戮肚子里爬出来哭诉 他刚刚才被敌人吞噬 你18号就开始跟别人调情 他可是亲弟弟呀 克林放下18号后 18号依旧害羞地表示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对待 克林息息一笑 自从他学会解笔他的治疗术之后 他也是第一次给人治疗 就连他最好的兄弟悟空 都没有这待遇呢 说到这儿 克林又露出见细心的表情 他告诉18号 自己的第一次就这么给他了 还要18号以后对他负责 18号听到这话 网而一笑 更加害羞了 两人在这儿你浓我浓 丝毫没有听到 一旁比克那惨烈的叫声 比克这边 他刚开始跟杀戮打得有来有回 他就在杀戮熟悉身体之后 比克立马就被杀戮碾压 可杀戮似乎并不着急杀死比克 杀戮用比克的魔怪光纱炮 在比克身上开出数十个大洞 要不是纳米克人的特殊体质 比克这会儿已经是个死人了 比克此时想要呼喊 养出了克林 让他赶紧出手 可是克林完全沉浸在 和18号的二人世界里 连比克给他的心灵传音都没有听到 就在这时 杀戮停下对比克的攻击 他感觉到 又有两股强大的气息 正朝这边赶来 正是从精神石包屋 训练完成后的悟空和贝基塔 悟空刚一落地 就看到重伤惠迷的比克 他急忙大声呼喊起来 悟空则皱着眉头 因为他感觉 空气中弥漫着浓珠的酸臭味 他不太烦地打断悟空的喊叫 随即撑着比克怒喝起来 他让比克别装了 他们都知道 他纳美克人的体质 贝基塔话音刚落 比克就睁开眼睛 从地上跳了起来 好吧 我摊牌了 我就是装的 不过杀戮确实厉害 如果我不装死 恐怕这会儿我就真的死了 贝基塔可不想听比克在这炫技 他在了解完事情始末之后 直接变身超赛 他要把自己在18号那儿 收到的虚弱 统统还给杀戮 可悟空却不讲伍德 抢先创的上去 悟空经过一年的修炼 已经达到超一全功率 战斗力来到350亿 一番较量下来 悟空体力不知败下阵来 贝基塔还要继续上 杀戮看着眼前的众人笑了起来 他想了想 直接召唤出六个小杀戮 分别对付悟空 悟空 贝基塔 比克 天津饭 雅木茶和小悟饭 他表示 只有打败小杀戮的人 才有资格挑战他 只是双方的差距太大了 很快天津饭 雅木茶 小悟饭和比克 就被打趴在地 六个小杀戮一拥而上 围攻悟空和贝基塔 面对六个小杀戮的围攻 悟空因为体力不足 很快坚持不住 贝基塔无奈 只能爆发出全部力量 他的战斗力 也随之来到345亿 贝基塔一拳一个小朋友 就把小杀戮全部消灭干净 随后 贝基塔直接冲向杀戮 也想把他一拳秒杀 杀戮呵呵一笑 天晴了 雨停了 贝基塔你又觉得你行了 下一秒 杀戮身形一闪 直接将贝基塔打飞出去 这一击 使得旁边的悟空心里大惊 从杀戮刚刚的瞬间爆发中 无功能感觉得出来 杀戮的战斗力 起码在400亿以上 贝基塔在边 他被杀戮打飞之后 好巧不巧 身子居然静止落在 克林和18号身边 克林和18号被吓了一跳 等看见那人是贝基塔后 18号又看了眼神间的克林 顿时 他笑入尴尬之中 而克林想到 18号的初吻 居然是给了贝基塔 他忍不住开始嘲讽起来 哟哟哟 这不是大命运运的贝老二了 怎么了 挨揍了 早跟你说过了 花花世界迷人眼 你没的实力别散脸 就你还想做主角 单挑杀戮 你咋不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呢 说完 克林又看了眼远处的战场 原来 刚刚杀戮感觉 物贺和奔起塔太弱了 整个地球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他腻了 他准备炸地球了 克林无奈的叹了口气 他本来想低调的 奈何实力不允许啊 说完 他就准备去找杀戮 18号担心地问克林 有没有把握 克林笑了笑 他现在可是剑王神集团CEO了 可是有编制的正式剑王神 怎么可能连一个小小的杀戮都搞不定 说完 他又恶恶恶地告诉贝吉塔 让他离自己的小石挖远一点 他现在 可是剑王神集团的CEO夫人了 再赶乱线乱看 可以给他绝舌 说完之后 克林就利用身边一栋消失的原地 而贝吉塔则陷入深深的震惊之中 克林居然成为神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订阅撞撞 我们下期再见